大家好 今天要跟各位介绍一分钟面临 植物看气场 其实居家的植物 其实他是可以来判断你家的气场如何的 因为植物他具有氧气、化气、剧气的这一些效果 所以其实植物他天生就在吸气 所以你在正常的一个照顾他的话 其实植物都会长得漂漂亮亮 但是假如有一天你突然起来的时候 一看到你的植物死了一片的时候 各位你就要知道 气场出了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这时候你就要了解到说 我的居住的地方应该要开始发凶了 这时候 怎样 你当然懂八字的 你就去看一下 是不是我哪一边是我忽略掉的 懂风水的 假如没办法 你不懂风水的话 你赶快去把所有的植物死掉的都换新的 让这些食物当替死鬼 赶快去把这不好的气场全部都吸掉 让他先阵亡 把这个晦气降低 他防止发凶的凶性就不会那么大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